為了促進臺灣與海外企業的農業技術合作與發展 僑委會特別邀請優秀的海外華僑企業邀訪團 在臺灣展開圍期五天的技術參訪 那麼僑委會更邀請了十三家臺灣在地的企業 與僑商們面對面媒合 臺灣企業主漢來自世界各地的僑商 你一言我一語 互動熱烈 氣氛也熱絡 僑委會特別邀請由海外僑商所組成的新農業參訪團 來臺漢在地產業做技術交流 媒合合作機會 這一次我們的團不但是來自於我們東協 來自於我們南亞或者是澳紐 作為新南向的國家 也包含了我們世界各地我們的僑商代表 非常的歡迎大家對於臺灣農業經濟 這個領域能夠來給予協助與支持 我們很希望大家能夠充分的也能夠來把臺灣的 對於說像我們在農業的改良方面 不管是育種不管是各項的農產品的開發 還有把它這個跟農業經濟之間的連結 希望對於大家將來事業的發展都有幫助 政府近來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 鼓勵企業和各國僑商深化合作關係 尤其新農業是臺灣優勢產業 參與座談會的十三家本土企業 超過三分之二都是科技農業代表 因為我們農場的特色是在於無毒 無農藥 然後還有高能量的栽培 那作物都會有非常大的營養 以及可以修復人體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名為當中 可以除了這個系統的輸出之外 我們還希望有我們相關的產品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然後可以有一個合作的機會 臺灣企業需要舞台走向國際 海外僑商尋求人才拓展商機 這就是農業媒合最大的目的 三十四位僑商代表中不少熟面孔 時大傑出青年柯百祥 這次也以印尼農莊 社香貓咖啡豆業主的身份出席座談會 印尼他們全部都是一些小農 小農夫耕種的機器也好 使用的農藥噴灑的技術也好 都是臺灣的技術可以去提供給他們的 所以希望臺灣能夠走出去 曹委會期許透過商界合作 達到雙贏局面 增加臺灣農產品外銷多元通路 促進更多創新價值 讓臺灣農業有朝一日 成為全球明星產業 臺灣宏觀電視孫俊黃一忠 臺北採訪報導 垂北採訪 there 著 翌營